字文宝雪 二十四孝之十一 朝代 静朝 孝子 吴猛 老吴 天快黑了 咱们收工吧 好的 收工 爹爹回来了 爹爹回来了 孟儿 饿了吧 走 爹给你做饭去 哦 可以吃饭了 猫儿 怎么了 爹爹的胡子也开始吃米饭了 哈哈哈 爹爹你辛苦一天了 快去休息吧 我来洗碗 孟儿真懂事啊 那爹爹就去休息了 嗯 爹爹快去吧 爹爹的手 爹爹的手 爹爹明天还要做工呢 休息不好 怎么会有力气呢 哎 有了 啊 萌儿 萌儿 爹爹 你醒了 萌儿 你这是怎么了 孩儿看蚊子咬得爹爹睡不着 并想把蚊子都吸引过来 让爹爹睡个好觉 好孩子 你这是何苦啊 走 爹爹领你去看大夫 大夫 有劳您给孩子治治吧 你是怎么做大人的 看 都把孩子咬成这样了 真实的 哎 都怪我 只顾睡觉 老爷爷 不能怪爹爹 我们家穷 没有蚊帐 妈为了让爹爹睡个好觉 才要蚊子来咬我的 不怪爹爹 啊 小小年纪 竟处处为父着想 实为大孝子啊 你们父子不用担心 待老夫开上一剂药 涂抹患处 一天便可治愈 多谢大夫 不用客气 二牛 到后屋 把那顶用不着的蚊帐拿过来 老夫要送给他们父子 哎 马上去拿 哎呀 使不得使不得 难得小小孩儿 又如此孝心 老夫的一点心意 你们就不要推辞了 那 吴某恭敬不如从命了 谢过先生了 谢谢老爷爷 爹爹 我们有蚊帐了 我们有蚊帐了 哈哈哈哈 微顺呼父母 可以解忧